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摔牙 洗脸 整面背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圣经好听 今天我们要一起读民宿记第八章开始咯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说 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 亚伦便这样行 他点灯台上的灯 使灯向前发光 是要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这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锤出来的 连做带花都是锤出来的 摩西制造灯台是要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立位人来 洁净他们 洁净他们 当这样行用出 醉水潭 在他们身上又叫 他们用砌头刀刮全身 洗衣服洁净自己 然后叫他们取一只公牛毒 并同线的树剂 就是调油的细面 你要令取一只公牛毒做赎罪剂 将立位人奉到慧墓前 焦距以色列全会中 将立位人奉到耶和华面前 以色列人要安守在他们头上 两人也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 为色列人当作调劲 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 立位人要按守在那两只牛的头上 你要将一只做赎罪 第一只做凡击献给耶和华 为立位人赎罪 你也要使立位人站在亚人 和他儿子面前 将他们当作调劲 奉给耶和华这件 你从以色列人中 将立位人分别出来 立位人便要归我 此后立位人要进去办灰墓的事 你要洁净他们 将他们当作调劲奉上 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全然给我的 我拣选他们归我 是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身的 以色列人中一切投身的 连人在深处都是我的 我在埃及地 我在埃及地 在深处一切投身的那天 将他们分别为圣归我 我拣选立位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身的 我从以色列人中将立位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的事 又为以色列人赎罪 免得他们哀尽圣所 有灾要领到他们中间摩西亚伦 并以色列人全会政变 像立位人如此行 反耶和华指着立位人所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就像他们这样行 于是立位人捷径自己除了罪 洗了衣服 亚伦将他们当作羊 即奉到耶和华面前 又为他们赎罪捷径他们 然后立位人进去 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 在会幕中办事 耶和华指着立位人 怎样吩咐摩西 色列人就怎样向他们行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立位人是这样 从二十五岁以外 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 到了五十岁要停工退任 不再办事 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此后 尽手所吩咐的不再办事了 至于所吩咐力为人的 你要这样向他们行 今天读经的时间到这里结束了 下次我们再一起读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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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